嘿,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一道美味又营养的小炒牛肉 这道菜真的很美味,大家可以做起来试试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食材 准备一块牛肉切片放入碗中 加入料酒 老抽 生抽 黑胡椒 盐 又 抓拌均匀 放入淀粉再一次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把葱蒜切好备用 锅中水烧开放入豆芽焯水几十秒捞出 豆泡切片 准备一些青椒和胡萝卜切好备用 锅热倒油 放入腌制好的牛肉 翻炒变色捞出备用 锅中留底油 放入葱蒜炒香 加入豆瓣酱炒出红油 放入青椒和胡萝卜 放入青椒和胡萝卜翻炒一会 放入豆泡和豆芽 放入少许生抽 蚝油 蚝油 翻炒均匀放入牛肉 最后放入十三香 再一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你也想尝尝这道美味的小炒牛肉 不妨动手试试吧 相信我 你一定会爱上她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分享 就点赞关注吧 谢谢大家